本節目內主持人及嘉賓的言論 純屬個人意見 並不代表本台立場 今天住元朗的朋友真是慘 因為習大大要去石江軍營 搞到那邊交通大亂 很多人今天要提早一兩個小時出門口上班上學 真是慘成 明天好日就放假 不知大家會做些甚麼呢? 希望放假那陣天氣好些 不要再好像前排那樣天天下雨 我們先說今天天氣 本港地區今天大致天情及炎熱 但局部地區有驟雨 市區最高氣溫有32度 身價會再高一兩度 吹和緩南至東南風 展望未來數日天情炎熱 部分時間有陽光亦有激陣驟雨 提提大家如果想看消息的檔案 現有定用戶可以以80元換卡張票 時間是7月9日下午2點半 有興趣的朋友可以打電話上來 39558673查春 今天時間差不多 我們下個星期再見 拜拜 梁特變身掌門人 豪派十二個大紫荊 益良粉 本屆受分名單非常豐富 其中包括由梁特送出大紫荊分章十二個 梁特卸任前真是送大禮 上任五年最多都是上年頒七個大紫荊分章 但今年一送就送十二個 平了老董九七年紀錄 看看有甚麼人分到豬肉先 2是3C吧 這兩個升了半年未夠 憑Mail 家許宇就大讚張建宗服務市民和政府45年表現卓越 湯仿波就讚他做發展局的時候 增加土地供應 做才爺又靈活運用錢 跟手就是一瓶糧粉 後號糧粉陳啟忠 之前更加從來沒有拿過任何分章 一拿就拿大紫荊 究竟有甚麼貢獻 真是梁特自己才知道 禮賓處就解釋了 沒有規定要有其他分章 才可以拿到大紫荊 明眼人一看都知道甚麼事 好像歷任行會召集人都拿到大紫荊 但今屆林煥光竟然沒有 而沒有金寵梁粉徐的行會非官首成員 雖然已經有金子晶聲張握手 但就在梁特任內一個水蓋都沒有 特府官員情況都一樣 梁粉局長就有得分金子晶聲張 相反的就在梁特任內食百果 幸好他們一早有金子晶聲張握手 不過最最最最怪的就是 自稱白宮發言人的馮偉光竟然甚麼都沒有 蔡子就說這次水蓋發令到大貶值 大紫荊有過半是核心糧粉 不但令人質疑 更加突顯難得有權用盡的作風 好這一節如果跟我們的正確時間 只剩下10分鐘 我們做15分鐘吧 10分鐘也不要緊 我們盡量趕 我手上拿了幾個DVD 剛剛Baby拿進來給我 多謝一位David V的朋友 我先回去研究一下 他一開始就整個packing機給我 attent給我 我多擔心去碳墜 裡面原來是一些七八十年代的 Sass Boat 即聖船的DVD 另外一套叫Sass Power 另外一套叫Love and Energy 大家看看 大家看不到 都是一些七八十年代 經典牢劍的DVD 很有心 知道我喜歡這些滿懷回憶 尤其是當時女友的咖啡毛 是呀 特別一點 裡面還有DVD 特別有味 先清楚研究 但各位朋友 其實就不用破這些廢 太有心了 因為我也未必有時間去看 OK 這個交代了 另外剛才剛剛說 有些網友 我不應該這樣浪費他們 但是我忍不住 我內心的蠍子 就是很喜歡 我想林康正你也有一點 因為我出道以來 就不斷發一些他們的政見 各樣的看法 發給我 我是一句都不回答的 但仍然會每一天都繼續發發 是啊 即是很有耐性 只要他知道你看 他就很開心 是啊 但我有時候忍不住 忍不住 可能幾個月 忍不住給他手指 那他就會繼續發發發 我又不能夠做到 幾個月都不給他手指 我也做不到 他真的太狠氣了 要互動 Baby今天很漂亮 剛才我剛剛在外面見到他 香噴噴 其實我不是太迷Baby 真的和大家不同 但是呢 今天那個Baby 好像有點融光緩化 不知道是否昨晚做的 改變了命運 我反而覺得今天的影月更好 黑色底褲 影月在這裡嗎 是啊 還有黑色底褲你也看到嗎 不知道 剛剛他在鏡頭脫走光 咦 黑色底褲 那我要看一下 我待會兒去探一下影月 好 十二人莫大志經分章 我不想說太多了 真的沒什麼特別意思說的 因為根本就這些 真是叫做下距到不得了 我覺得今天的題目是 英國勳章 聖萬金特區勳章賤過禮 絕對是 你只看一看 我不要說之前的界別 金界 大志經婚言 張建中陳茅波元國強 李國張史美倫羅范葉國謙 那你拿金志經一級的 那些真是很不屈 這些人渣在我前面 什麼高榮民楊偉雄 吳克劍少偉強馬小長 其實這些都幾人渣 張志剛 邵善波 那這些就是金志經 其實拿到金志經 他們已經是不QA了 不過當你見到大志經這樣 我相信金志經那些很不屈 他連派分章的技術都不懂 對 什麼都會有 好了 跟著你 余錦基 牛下女車神李慧斯 四眼嬌喉吳安怡等等 什麼朱劍丹 粵劇 小提琴演奏加姚玉 這些反而是拿銀子經 就是奴才容財在人才之上 好了 然後呢 剛剛三月在釣手癌的大報道 搜救行動英勇犧牲的消防隊目 邱兆明就是追班金英勇 我沒什麼特別說的了 我認為真是好 由董建華第一屆 把大志經頒給楊光 然後周潤發竟然 都只不過拿銀子和劉德華 我已經覺得沒什麼特別意義了 我只覺得一人打頂了 黃瑋光 全部糧粉分豬肉都有份 得利沒有分 第二個 曾俊華沒有 你稍微少少給泛民豬花祝福過 什麼都沒有 但也有一個河南水蓋 太平新市 太平新市 即是曾俊華的工天 跟何秀蘭一樣 除了法國議員 又或者太平新市等於 我也很快可以做 在馬來西亞做拿督 就是等於太平新市 如果我做了拿督 我看到曾俊華也是這麼高 雖然現在也是這麼高 大家都是香港人 好了 我想說一件 在說骨灰痰之前 我要補幾個重點 我想說一件 我的法庭消息 我本來不想說 因為這麼嚴肅的一天 但是忍不住要說 這件事就是昨天判了 題就是這樣 售貨員搶走少女手機 迫陪談心 特色深起 指插女方下體 就判囚6年 那整件事就是 有個小朋友 用手指插女方下體 就是非禮 就判囚6年 那現在的判刑也很有趣 被告幾個譚德祥 33歲 售貨員有3個案底 他這次承認 如果不是 可能要坐9年 承認一項搶劫 和一項非禮罪 和另外一項 企同強姦罪 就保留法庭檔案 控方指 被告在2015年7月11日 就在牛頭角羅華村 偷去女子X的電話和非禮去 那件事是怎樣的呢 案情指出 23歲的少女X 那晚 和朋友喝酒消遣之後 凌晨1點多 一個女子搭的士回家 就和被告搭上一個電梯 我首先要和這裏說 在晚上搭上一個電梯和陌生女子 其實女子第一要好警覺 有時候女子會出現一個情形 免得走出來 好像以為人家是適囊 很肉酸 那我想你最起碼都可以有幾件事做 第一你真的可以走出來 不等你去 肉酸 第二就假裝打電話 就像坐的士一樣 或者真的打電話叫家人出來接你 嗯 那這件事都令到這些 就是 暑摩是會有些 起碼多想一件事 喂 我回來了 你在電梯口等我 是的 我現在進電梯了 你在電梯口等我 那他起碼都記一記 可能他會做做 但起碼要記一記 要做的 好了 當X離開電梯的時候 被告突然尾除 然後還擁抱他 他還搶了他價值5,798元的三星電話 如果在2015年8月5,798元 這部很可能是Note 5 那個時候剛剛出 被告跟X說 你怎麼這麼好 就要求X跟他去樓梯 後樓梯和坐在地上 大家就知道那個情況 那個情景 就是公屋的後樓梯 就是轉角位 OK 然後 X聞到被告身上有濃烈的酒味 但因為受害怕 就照做 女生當然害怕 坐在那裡 期間被告跟他說 我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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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病 就問X借4萬元做醫藥費 X拒絕 就嘗試逃走 但又弄傷了膝蓋 於是被被告捉回頭 X既然是這樣 就放棄逃走的念頭 唯有繼續陪被告聊天和吃煙 過了幾分鐘 被告突然變得很激動 你又喝大了 又可能是聊開心事 沒有人跟他聊天 突然會說到傷心處就激動 突然間把X拖到樓梯邊 然後跟他說 他就說 是要跟X拖樓 對 癡癢 X大叫 不要啊 不要啊 這個時候 X才第一次看到被告的樣子 而被告也是正眼看到X的樣子 然後被告突然跟X說 我可能喜歡你啊 叫你混亂都是死 你臨死前 叫你都被告你搞一次 然後被告把X推落地 一度推落地就立即脫褲 一邊脫下褲子的動作很快 可能是穿橡筋褲 然後呢 他是一邊脫褲子 記住 一邊脫褲子 一隻手脫 另一隻手呢 就指責事主的下體 這個動作是很難 要這樣一度脫褲 一度 很難 神經病 而且還嘗試脫去他身穿的吊帶裙 人渣 這樣真的很難 一隻手脫褲 一隻手指責 另外還要嘗試脫去怎樣脫 吐 吐 吐 當然 我當他是拆到差不多 鬆他的手出來 吊你文亮 然後跟他脫褲子 吐帶裙 你是人渣 事主就不斷呼告 居於近梯間的鄰居走出來拆汗 被告說 吐你了 他是我的女兒 然後還大聲質問 你一早去不知道是否聽給你晚報學 為甚麼你不借錢給我 就是轉移視線 那些人就會覺得 咦 他們倆夫婦吵架 還要借錢 之後若無其事 還要離開 鄰居 當他離開之後 發覺不對勁 之後協助報警 三天之後 被告在諾馬州被捕 那些我不說 OK 但他自己求情的時候 他就說 其實他飲大了等等 但是 至於女事主 除了受傷之外 就腦海不時浮現案發的片段 所以已經搬走了 辯方求情透露 被告是大陸出生的 全家產 那有關大陸出生的嗎 那也成為求情理由 只有中一的學歷 那又怎樣 被告父親是自殺死的 家族有抑鬱症的病歷 被告有一個六十歲的母親 三十歲的妹妹 他還有老婆 還有女兒 那很混蛋啊 他在2016年出生 即是被告去搞非禮的時候 也有老婆大頭 人渣中人渣 而被告的媽媽 現在驗出肺部有腫瘤 需要求醫藥肺 而他的妹妹也欠人錢 所以被告的案發時 情緒是十分低下的 不如是十分低下的 我明白的 不要紙插別人 押別人下樓 所以女生 一個人打電話 小心點 這段消息真是令人 搞了你 令到我很低下 搞了你為什麼 我經常都說 其實還有很多女生受辱而不膽報警 這些是縱容的色魔 播一段片我們講一點 各位回答 她的座椅是非法的潛建物 如果將來政府去潛建一定會拆你 我們的位置和先人擺在這裏 那我們怎麼辦 馮迎先館甘位潛建 買位錢變鄉有錢 打算放在這裡安心 因為我們年紀大 將來我們日後低於依歸 梁生和老婆先後在2008和2009年 與外家親戚分三次用成90萬 在有近百年歷史的粉嶺馮仙館永華堂 買了12個鎮位 多年來親人相繼過身 其中兩個值12萬未用的 是兩夫妻打算將來自用 不過隨時事與願違 今年清明他們去拜仙人時 發現堂內超過1200個鎮位 刺了一半 覺得有不妥就找馮迎仙館問清楚 但職員否認 都滿了 很大半 買位都要選位 即是很少位給你選 你們是不是眼花 有什麼證據 我搬走這麼多人 你要找個證據我 梁太不查柔志可 有一刻查發現 他們買的位原來雙重為規 即是暗場那一段時間 原來還在申請之外 周年整個永懷堂都是僭建 隨時會被清拆取締 梁太和馮迎代表開國兩次會 對方亦親口承認 是僭建的 但政府規劃了批准我們現在去改變用途 我們現在有哪一座不是僭建 我說的 我現在親自 全部都在跟法律去做 全部都可以直說僭建 梁生後來收到馮迎書面回覆 竟然說他們買鎮位的錢是宗教捐款 拒絕退 六月中 記者陪梁生梁太再去 和姓黃的女高層對質 他承認管內大部分鎮堂都沒有入職 還灑太極話事前不知僭建 是上一手交落的 最後只是引述管長承諾 有股將會將先人骨灰安置去其他鎮堂 兩個星期內會寄承諾書 不過退錢仍然說No 法經局資料顯示 馮迎仙館的地契不能做骨灰鎮 而且有鎮堂非法佔用隔離政府地 目前正是審批馮迎仙館 遞交的土地交換申請 好在梅花站花香 讚賞我們現在經營 代理澳門的永年廷 和明天MIHK都會做個座談會之前 我想再講一下關於骨灰暗條例 蕭先生好像講了三段 他從基礎開始講起 我大致認同 我當然也懷疑他 可能聽過我的節目 他將我們的東西吸收 然後再演繹 因為他的各方面知識 一定是比我強 當然會講得比較容易明白 那我限於時間 今天我再講幾個論點 就是 在明天 今天就會刊險 其實從今天開始 在未來的九個月 是不會有骨灰暗可以做任何買賣的 真的黑市那些我不算 那任何骨灰暗沒有買賣 是做甚麼 原來是在等委員會 所謂的事 去Draft一條骨灰暗的法例 他們會跟很多不同的處境去寫這一條法例 其中 很重要的 有幾點 林康政都會背 第一 就是你的交通流量 即是你的交通流量 至少有雙線行車 有停車的位 如果不是春秋二仔 根本 就安排不了 這裏的阻力 不是來自成規 最大的阻力是來自警方的交通部 因為一造成任何室車 就是他們去背鑊 所以多數要得到通過 起碼你就是要由我們所說的 要有一條大路到 這樣東西不容易做 很難 好了 因為你大路到的 通常就是到一些很開發的地區 那裏又不會有 可以做到骨灰暗的土地 這個是基礎 為什麼呢 是來自香港新界的土地 大部分都是私家路 公家路 所謂的主管 例如林康政 你發覺你去大尾督 其實很窄 雙線行車 再轉入裡面 那些更加私家路 是不會容許你去做骨灰暗的 那是為什麼 過去這麼多年 我要去找這些土地 是這麼難 第二就是那個建築物 究竟可不可以承受到這樣的loading 你想想 他當天建廟 或者建一間村屋的時候 有沒有想過會是成千上萬人來呢 沒有想過 沒有打樁 沒有鋼筋 沒有天意工程師簽名等等 我不知道那些什麼 是很難的 因為現在是在說成千上萬人 第三 消防條例 既然是 我們也有三千個位 可能 因為做政府一定是這樣計的 他不會計你 那些人是分批來的 最多人可能有成五千人 八千人 那你可不可以承受到 除了交通流量 走火情況又如何 在裡面 走火通道 可不可以突然有幾千人一起走呢 然後如果你公開一下 你的電梯 你平時 原來一到中間就是幾千人 一個電梯每次坐五六個人 又行不行呢 好了 然後還有另外其他濕濕的問題 居民反對等等 這個就是骨灰暗 之難以發牌的情況 在刊憲之前 今天之前 我們有兩種 所謂兩種 其實是一種 是合法與非合法 合法的意思是 我們一般是 習慣性當作合法 就是表一 看現在這個情況來講 發牌的當局 將會 他大部分 表一的鵪位 都會獲得發牌 因為他已經 達到我剛才所說的那些事情 表二的 如果他一早達到 就已經轉了表一 他如果達不到 基本上他轉表一的機會 是接近零 為什麼呢 我今天講了一些 第一 他可能會佔官地等等 第二 在一個基礎上面 就是 現在 表二 包括大名的馮營司管 原來是多過你 那些表一的位置很多的 是佔成現在 私營骨灰暗市場 有七八成 或以上 那這群人 會出現幾個問題 第一 就是我所說的 1990年前 你已經有在的 可以豁免 我們不要理他 當然豁免都有條件的 你說是慈善的 你說是佛宗教的 他可以豁免 但是我想這兩點 不難達到的 僅有辦法 起碼辦成宗教也不太難 是 但是90年之後 如果他犯上 剛才我所說的那些事情 他是不會獲得法牌的 除非在另外一個途徑 他各樣都不犯 只是犯一件事而已 這件事 其實就是 我之前去參與這個計劃的時候 都研究過 就是這個地價 為什麼地價 在任何情況補地價 就是在改變土地用途 就是說 你一樣東西 我又賺錢又夠了 走法又夠了 已經難了 沒有可能 但是我這個是農地 有指定用途 是耕種的 我不可以擺這些 於是你就要補地價 好了 當政府容肯給你們補地價 因為政府的原則都不想 我把骨葛鎔拿出來 你要把自己想成一個 你是官員的話 你想想 補地價 根據資料 一些龍古灘 走狗的冷凹 一個鎔位 我講一個位不是一座大廈 補地價是6至7萬 那如果 你說在市區 在柴灣 在荃灣 一個鎔位 是要補二三十萬 地價 是不奇怪的 那如果一個鎔位 是這樣的地價 如果你說新建築 新的發展商 他有一個鎔位 再推出的 那個地價 將會是 什麼錢 那個鎔位 就是建築成本 發展成本 利潤 將要賣多少錢 過百萬 即是說 很保守估計 不一百萬 都是在說 16位數字的上 即是 七八十萬 一個最基本的鎔位 就是剛才那樣 而這件事 政府官員 是不會退一步的 因為這件事 是觸及了 那個大法 就是土地用途 不然 可以用不同的土地 做不同的事情 當然骨灰 是不是屬於屍體 這件事 是另一個情況 但是這些程序 就是跟大家說了 骨灰在香港 是將會更加貴 我今天 我今集說得很清楚 而永烈廷 有些人認為是軟 OK 不要緊的 我有人去過認爲軟 沒有錯 你們要了解一下 原來大鵬灣 現在都賣二三十萬一個 在大陸 珍城 廣州 旁邊都要 好了 永烈廷 你們現在再找我 是有用 不過你們要貴了一萬元 都很便宜了 九萬八 非常之划 今天我有兩個消息收到出來 第一 已經開始找限購了 因為昨天有客人買了十九個 我自己的客人 驚動了那邊 覺得這樣搞不好 第二 據我所知 澳門方面都不想我們香港賣得這麼多 所以他會扣起一半的位置 我不認為 如果有跟我交手 跟我老婆交手會好一點 就是跟我老婆交手會好一點 跟林康正交手會好一點 打電話我都被我罵 因為我認為我是大脅你們 不要買這麼多 買一個 買一個樓來給長輩用 或者自己用 不要買這麼多 等多些朋友可以接到這件貨 根本 我那天帶林康正去看 他馬上買十個 就是已經知道 不需要聽我這些 你只要稍微知道 香港現在的市場 除非你覺得下一代 是可以在我們有生之年 就把父母去殺灰 去種化成海 還要是九成人口 那你就可以去 這件事 這個是一個 我目前看到最好的投資 表義到永遠 是嗎 剛才說的 擺明不退款 擺明不退款 照買了幾個東西 那個奉嫌先款 杜榮元 2月 由19萬8k到39萬8k 即20萬卡 更擺明說 這幾年被人收回 我們都不退款 你後果自負 這樣停一停 我想說保地價一件事 你想想 如果我在法院上 現在我有3000個位 我有2900個賣了去 我會不會 那天有2900個去保地價呢 我講過了 我一定不會一個六七萬 我都能算 補到破產了 幾億我都是 是不是 幾十億 我是不是倒閉 行人 行公司 或者那些家屬 家屬自己補 有些肯補 有些不肯補 有些找到家屬 有些找不到家屬 結果這些全部是不會補到地價 是全部要走出市場的 這個要解釋為何逢迎先公 有一半位陸陸續續有能力的人 不忍心 就拿走了 所以如果你是繼續想買榮念廷 就是趁九萬八 非常之划算的價格 啤梨就說 預期幾年之後 升到四十萬至一百萬 其實是兩三年的價格 要是打五九三三零八二九找我 又是九八二四二九找啤梨 五九三三零八二九找我 又或者我不想找你們兩個 都不要緊的 我們MIHK明天有個座談會 但一定是MIHK會員 或者任何節目的訂購 訂戶 但是如果你說我不是訂戶 明天來到訂都可以 據我所知 就好像還有三幾個位置 明天來MIHK買的 還有機會我不敢說實 因為我未了解的情況 是用舊價八萬八買到的 但只限明天 那當然九萬八我仍然很便宜 其實我認為他應該加多一點 因為如果不然 你怎知道又怎會搶賣 那很快都加到十萬八十萬八 好 直吧 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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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集精彩的賽馬節目 立即訂閱一級賽馬方程式 現在還有個特別優惠給我們的訂閱用戶 就是這個20寸的Luxury 優越系列行李箱 它使用最常盛的材料 堅固內容 國際海關鎖 鋁合金雙框 8個360度設計的靜音輪 能夠抵抗旅途上的周居勞動 性價比亦都是成中首選 游職的起至七月尾 無論你是之前訂閱了一級賽馬方程式一季 逐訂一個月又或者是新的訂閱用戶 只需要加超值價 一百二十八元就可以回家 還不快點打上來三甘八六七三了解更多 經錯過我們精彩的節目? 現在上來這個網址 就可以訂閱我們八大頻道 付費之後 還可以重溫所有精彩的節目 記得要訂閱我們的YouTube Channel 和讚好我們的Facebook專頁